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Excel裡面有一個很好用的功能 就叫做Vlookup 它就幫我們可以在不同的Worksheet裡面 可以將一些數據集中在一起 讓我們容易做一些基本的分析 在這裡我有一個例子 如果你有教不同的科目的話 又或者不同的科目的老師給你一些分數 你想看看每一個同學 現在每一張Worksheet下面你會看到 有三科 中 英 和數 老師就獨立每一個學生給了分 我可以製作一個Summary 就是一次過看完每一個學生的分數的表現 當然最簡單 我們逐個去Copy 因為現在這個剛剛好 才是順序 我可以Copy 這一本是中文 英文 這樣 整個整段的分數Copy 加上去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用Vlookup Vlookup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根據每個學生的一個獨特的唯一編號 去找回它所屬的一個數據出來 做法就是這樣 在X裡面有一個功能叫Vlookup 我們要在這一格 我現在要先找中文的科目 中文的科目 我們在這一格打一個 鹹數就叫Vlookup 然後呢 第一格可以告訴你 你要先進入Noteup Value Noteup Value就是你的參考值 就是這個了 它的學生編號 這個學生編號 一個學生只有一個 不會有相同出現 OK 接著Table Array 就是你要去哪一個地方找 好 例如我現在要找中文的話 我可以去中文的文章圖圖找 然後呢 就抓跨著我要找那個範圍 分別是由A2到C9這個範圍 接著呢 就看下我要哪一個 Column 的數據 這裡我們區了三個 第一個A B 和C 我現在呢 就是要C這個Column 這個C這個Column 就是第三個Column 好 接著呢 這個呢 就說 True和False 這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要找那個 那個參與的值呢 是要 Exactly一模一樣 還是差不多就可以 所以這裡呢 我們一定要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才不會重複 不會有機會重複的 所以我們這裡就打False 你看到它有寫的 False呢 就是要Exact Match OK True就是Approximate Match 就是差不多一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就關上括號 接著Enter 它又出來了 你看到這個中文80分 是屬於Tom Chang的 我們去看看 那個Tom Chang那裡 是不是真的80分 咦 88分喔 原來真是對的 好了 於是我們就可以用Copy&Paste的功能了 我們可以用Copy&Paste Copy就先了 或者我們可以直接拉下去 這個位置有個加好仔 拉下去 那這些小技巧呢 如果大家還不太熟的話 我們可以下一次再講 最簡單就是你可以用Copy 然後跨著它 接著Paste下去 都可以的 好了 然後到第二格 數學這裡 那怎麼做呢 因為呢 剛好呢 他們那個Column的數目 沒有一樣 所以呢 我們一樣可以用Copy&Paste 那我先將這個Copy 然後Paste下去 數學這一行 好了 那重點就是呢 咦 它現在沒有看我 為什麼呢 你留意看上面這個位 所以 這個位置 它是寫著什麼的數字呢 就是第一 它呢 這個位置是指中文的文字 所以你如果要數學的話 你先把它改成數學 OK 好了 接著再來咯 再來咯 都還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留意一下 這個 它現在呢 你現在是用B2那格 其實我是用A2那格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將它改成A2那格 好 接著 後面這裡也一樣 行吧 交回來 按插 換上A2 去到C9 好 好 接著呢 按揀 按描 Intro 這張插 剛剛살 有 élect студ的維持 那重要細步 那這張圍 要改變 整個你們的 Hear 把更改的 例如A2B1格仔,我們把A這個Column定到五圈,在前面加一個DollarSide 然後這個範圍,一定是這個範圍 A前面加一個DollarSide,2前面加一個DollarSide,C前面加一個DollarSide,9前面加一個DollarSide 這樣的話,當你再Copy過來的時候,它的範圍不會改變 但是,那張Warset一定要改,一定要用手改 那怎樣改呢?現在我要做英文的名字,改英文的名字 那張Warset就按Enter,然後再做Copy&Base 那這個時候,不需要再改上面這些位置的數值 這個就緊了要LOOKUP的數值和LOOKUP的範圍 那做完之後,你想說這個好像不太好看,那就可以去TableStyle TableStyle找 我們今天的Excel123第一講,是講VLOOKUP就來到這裡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或者有什麼建議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我們盡量 又或者大家有什麼想探討一下的話,也可以在這裡聊 那下次見